大雨嬌不息参加民众的热情 2024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采接游行队伍 在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王洪威 和城市代言人安新雅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卫生局长张贤震 以及多位市议员的带领下 从国门广场热闹出发 虽然下大雨但是我们趁机游轮 我们下大雨 小蜜嘉莲花 加油 我们每一年都可以来参加老鹰嘉年华 非常开心 大家心里是非常兴奋的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的采接队伍 除了来自各县市社区学校 也邀请到盲人、脊髓损伤协会等公益团体 还有原住民、新住民等团队 一起响应 展现基隆港湾城市的温暖友爱 今年也加入鹰站长IP的空飘气球游行 更扩大邀请来自日本的表演团体 让活动迈向国际 大家今天所有的来自我们全国各地 还有来自日本的这些好朋友 远道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包括基隆的社团、学校、社区 大家都一起来 还有我们的一些特别感动的是 我们的盲人团体 以及我们的这个脊髓损伤协会 每年已经第二年来参与了 那非常感谢各位远道而来 希望我们这个嘉年华越办越大 也希望各位每一年都可以在基隆相见 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已经迈入了第14个年头 感谢今年有50几个非常棒的团体 以及有两个日本的团体共同的来参加 大家都看到今年我们的社区营造的成果 真的是不同凡响都有非常特色 而且非常的可爱 那今年也多了一个比较大的我们的气球 就是我们自己基隆独特的IP音站长 那我今天就跟江局长说 可不可以明年帮我们音站长找个伴好不好 多加一个IP 以后一年比一年多更可爱更棒 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基隆已经是从社区营造出发 但已经是全市甚至是北台湾都已经很著名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欢迎大家今天到来 很多市民朋友也迫不及待跟我们一起参加 夏季的最后 然后我们用一场嘉年华 把这个夏季把它欢送出去 让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在我们基隆的街上 看着海边迎着海风好好的走一趟 好开心好开心啊 就嘉年华就是要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们海洋老一嘉年华赞不赞 赞 来一个尖叫声好不好 超开心好 超开心的 超开心的 除了白天充满热情活力的热闹采接 晚上还有美丽的烟火秀登场 吸引民众欣赏 迈入第14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家年华 结合采接 市集和烟火秀等元素 吸引市民和游客来畅游基隆 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 也成为行销基隆的一大特色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